二十四尊书金水碑,摸百千万亿不可思,不可义,不可量,不可说。 无量而生其世界,祝封身,地藏菩萨摸菩萨。 在祷了一篇地会的时候,所有十方的无量世界,无量世界量有好大呢,不可思,不可义,不可量,就是地藏菩萨分身的身啊,无量无边的。 这都是神力啊,是释迦摸尼佛,书贝,每一个分身地藏菩萨都得到佛的末点。 分身地藏菩萨有好多吗?佛就是欠好多贝。 这个不是咱们想象得到的啊,这种通啊,就意念通,如意。 那每个分身地藏菩萨都感觉到佛摸托定。 就是佛是一辈,遍莫无量无边的地藏菩萨定。 这个是预劳的意思啊,说度众生辛苦了,众生难度。 那佛呢就是慰问的意思。 同时,佛又对这些分身的菩萨说,说你们在这个五着那时啊,就这个世界的时间不好,这个时间不好。 浑浑浑的意思是善业啊,没有,那就度起来困难了啊,这个困难。 而且刚强,难挑难辅。 说把这些人能调估的,让他心里头能够随身三宝教,教导,不生邪见,生证见,非常困难了。 但是你们已经度了很多了,不过嘛,还有两种没有度的,两种是含义啊,以什么力量来度,这两种呢就是靠智慧,智慧。 第二个是一大悲心,不厌烦,这个我们不体会不到,我们看看我们的妈妈带那个每个妈妈带她小孩的时候,那小孩不会说话,一岁到两岁之间的时候,她什么也不懂啊,那妈妈就非常的耐心。 非常的耐心,佛菩萨度众生,入母一子,就像她那妈妈来扶育她儿子,扶育女儿那样子,这个我们能想象得到。 说在这个世界上,武作那是这个时候,来度众生的时候,非常难啊,非常难啊。 像极乐世界,那又方便了,耀手流的光来世界,那都是生到那儿,都是善根啊,成熟了,没有乐念了,不是行为没有,心里头都没有了。 那就好多啊,像这武作那是说不死去,那很难啊,很难啊。 从事我们自己的思想体会,你回家想啊,对你的亲友啊,你劝他信佛的时候啊,不是那么容易啊。 机会的当面是不说,那背后啊,你这是迷信啊,很多人就这样说啊,就直接跟我说啊,说你们说你们是学智慧的,你一点智慧都没有。 那肉吃起来说,那肉吃起来多好吃啊,那肉吃起来多好吃啊,营养又好,那你不吃肉,什么时候都不吃,那你给他讲啥心道理,给他讲。 你说老虎是血湿的,有些动物都是血湿的,你愿意不愿意帮你给他吃啊?就讲心比心。 一个是种种种方便跟他讲,一个靠自己功德,二中你也得散调福有智慧。 你看那第八品,言了王问佛,说地上不是那么大智慧,那么大的道德。 在地上,他把宗生度出去了,一出去他都忘了,他又造那又回来了。 我说不一次把他直接度好啊,就在下文第八品讲道, 他母想想,就知道了。 总是你劝他,咱们讲法国经常不清菩萨啊。 既然人都称他未来祝福啊, 众生并不接受。 这不但因为是善意, 他又是挖口的。 所以众生心啊, 分难啊。 但是得要你自己明心见性开悟了, 自己明了了, 直到性体啊, 同一体性跟众生, 因此的, 那付出来的耐心, 耐心就是淫耐, 淫辱。 还有精进心。 一会不听, 欠了十会, 十会不听一百会, 总要把他转变了心。 那这个就很难,很难。 说佛就安慰这些个分身地藏菩萨, 说你们在这个五座那斯里头, 来度这些个刚强啊, 不调和不游顺的众生, 想让他们心, 游远一些, 游远一些, 不要有邪志邪剑, 因一切法生灭法, 要了解出四十世间的因果。 说你们已经教会不少了, 不过十有一二啊, 就是还有一批人, 那的习气还在, 那意思就是, 主托这些菩萨, 还得付出更大的耐心。 因为害有这些众生, 那些还在。 改变一个人, 帮助一个人, 不是那么容易的。 现在从我们自己说, 我们以着地藏经的教授的方法, 来调和我们自己, 调和我们自己, 那这些个分身地藏菩萨, 他们陷了无尽的身, 他说很多的方便, 很多方便。 但是呢, 很难。 他不信, 说佛法是为信能容, 就以信地, 能够健康成长, 也很难啊。 现在我们这在座的四宗弟子, 都是信佛的呀。 我们自己, 赶紧我们自己, 接受的程度, 接受佛法的程度, 又如何呀? 就体会到啊, 那些个菩萨来教化众生的时候, 他的付出, 很难啊。 很难啊。 佛跟这些化身地藏菩萨说, 说不但你们入世化身, 我, 就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啊, 无疑分身千百亿, 我也是分身无量义, 设很多方便三角, 在众生当中, 有的他善根很好, 就叫利根啊, 会有利根, 利根他是很聪明, 有智慧, 有善根的, 他一闻啊, 就能领受信, 信能受, 回着他过去, 重得有善根, 现身就有这十三页的果报, 但是也得要殷勤, 敬勤, 不懈的, 劝导他, 使他的三根开发, 能够啊, 消除业障, 还有有的利根的人, 利根的就是, 很聪明, 很有智慧的, 他一闻就笑, 信就能领受, 像我们道友有很多自己, 感觉自己很预测啊, 就是客气了, 当然是从另一方面说, 修道当中, 文法之后, 没有什么成就, 自己感觉都没有什么成就, 昨天我跟几个新的发心道友, 替法, 我就是那样想, 就这一关很难呢, 出家这一关呢, 没有三根的很不容易, 很不容易, 文乐就信, 信了些能行, 是过去的三根成熟了, 有的不是这样, 他不但不信, 他要绑会, 有的也是个难, 顿, 难顿呢, 就是他没有智慧啊, 在黑难当中, 那在黑难当中就说他, 心里头啊, 没有智慧, 没有光明, 就说黑难, 在黑难, 那不是一时两时的, 就能把他度度得了, 得久化方规, 必须熏呀很久, 我们现在都在熏息当中啊, 这是二宗熏息啊, 咱们现在都是在这熏息, 用净法, 熏息那言法, 用善根力, 消除过去的, 那个不善的因果, 这不是短时间, 有的业诵, 他根本对三宝不生敬仰, 还帮我呀, 佛者是向那些化身地上菩萨介绍, 说我也入世, 广受方便了教化众生, 我知道教化众生是很难的呀, 有的有善根的, 你给他一说佛法, 觉悟的方法, 叫他明白觉悟方法, 断烦恼正骨铁的方法, 他就听着信了, 信了而后去去做, 这是好的呀, 有的业障重的, 那不容易, 那经过很长时间, 说九化方规, 我有时候给那个些个道友受三规啊, 看来很简短, 半个钟头就三规就受了, 就这么短暂的时间, 他不晓得经过多少生啊, 真的赶得能受到三规, 不是那么容易的, 受完了, 你问他, 给他去讲, 他听着还是很难得领受的, 受完了, 已经有了信心了, 你问他, 你受完三规, 问他领受感觉如何呀, 有的感觉很欢喜, 有的感觉是流泪呀, 悲伤的是忏悔, 这都是好现象, 那有的像傻子一样, 你问他, 瘦就瘦了, 他跟着就正瘦了, 你念他听了, 他忘了他不知道做什么, 别人劝他来的, 咱们看三规多简单嘛, 这样的难顿的人呢, 都很不容易, 所以佛也若是教货, 说我也分身千百亿去教货人去, 很不是容易实现, 必须得有耐心, 一个自祸, 一个大悲, 那利根的人呢, 毁有利根, 他一听着他就信了, 谢了就能行, 你能受完三规, 我跟他们讲, 你每天早清晚上, 都要不离开三规, 那晚上什么事情没有了, 睡觉了, 归佛, 归于法, 归于僧, 归于佛, 归于法, 至少念十遍, 早清一睁开眼睛, 人家归于佛, 归于法, 归于僧, 这个叫什么意思呢, 说在你二十四小时, 早清睁开眼睛, 到晚上睡眠的时候, 乃至包括夜间睡着了, 就是念念不离开三宝的意思, 念念不离开三宝, 念念就增长上根, 咱们就像那个, 咱们念阿弥陀佛经十六尊者的当中呢, 有个周的盘头切, 那是一座佛呀, 不是一间佛, 我跟他很困难了, 换了多少个老师, 那些大老汉, 教他给他做师父, 他记不到, 一个扫把, 假如这么一个扫把, 他念着扫把忘了, 念着把把把扫忘了, 那个扫把念不成, 顿到什么程度啊, 那些大阿弥陀佛给他当老师都不行, 后来佛根据他的善根, 在佛的家子里吧, 像周里盘头切, 也是正在阿弥陀佛了, 而后他就开了屋了, 还有佛的堂弟, 他叔叔的儿子, 提普达多, 不但不信, 一直害佛, 生陷地狱, 出佛深血, 所以这些个呀, 形容着, 佛像这些化身菩萨, 历生不是容易的呀, 得有大悲, 得有智慧, 有没有不得度的呀, 这经上说着, 寅院经上讲, 佛的住的祈愿经事的东林老母就是不信, 一生也不信, 随便怎么教导他不信, 而且还帮回, 他跟佛住邻居25年, 就是不信, 那个业政给夺众啊, 等于不见不闻, 这种例子很多呢, 说像这类众生啊, 如是等被众众各个差别, 所以分无量的神来度他, 所以在那个触态经, 佛说出态经的时候, 佛像知己, 知己菩萨讲, 说我成就了佛身, 变化自在了, 没有做不到的事, 乃做出生来, 到一些众生来, 我去化度众生, 我与别下界啊, 都有我的化身, 所以佛问弥勒菩萨, 说你的心, 你的心所念的, 心所念的, 有哪个地方的感觉的相识, 就很熟练啊, 有哪些个地方不相识, 弥勒菩萨怎么答复呢, 说举手贪子之情, 把手一举, 弹个手指正, 举手贪子之间, 举足了三十二亿百千年, 一举手一摊子, 这中间起了好多念头, 三十二亿百千年, 这种威信的念头啊, 我们是不知道的, 弥勒菩萨登记不上了, 佛让他这样说, 就知道你那个心识当中的念头, 极威信, 你凡夫怎么能觉察得到, 觉察得不, 所以佛告诉你, 一切放下, 不要执着, 佛跟弥勒菩萨讲, 说这么威信的, 众生, 每一个众生, 有这么威信的念头, 佛都能弱, 佛都能弱, 去教乎他, 所以入来为什么分那么多神啊, 在大乘教义里头讲, 释迦摩尼佛并未入面啊, 无量身云啊, 佛跟地藏仆子也这么讲啊, 说你现在分身无量化妆, 无以入世, 我跟你一样, 我现在还在化无量身, 去利益众生去, 所以入世等被众生各个差别, 分身度断, 分身度断, 那佛现的神鬼神啊, 比就是这经上都说得有了啊, 大概就总说就能化我身, 所以佛跟地藏仆子说, 如果无累劫勤苦啊, 无量一些, 也是入世的, 累劫就是时间啊, 无量的时间, 度脱入世等, 难化刚强罪苦众生, 这个众生啊, 不接受斗, 非常刚强, 我们看电视, 或者看小说, 那人呢, 就受那灾难的时候, 经常你看着那些个, 这枪毙的的时候, 他还很刚强, 还不服, 来生我再来, 再来我还跟你作对, 就这样, 这情况黑墙有, 特别在监狱里头, 那些人刚强的不得了, 他因为这才是英雄啊, 这在我们佛教的时候, 这是最嫩, 是最嫩, 还有些个人, 有些不接受调伏的, 人家调伏他的烦恼, 用到散顺心, 他不接受, 随他的业的报应, 要顿乐趣, 受大苦的时候, 如当一念, 我在抖天空的一金付出, 劝, 劝这些化身的地藏菩萨, 这个时候呢, 应能想到, 我们在抖礼天, 开这个会, 大家聚会的时候, 应当啊, 对众生付出最大的耐心, 对于他那个堕乐道的, 随他业障不受报的, 受大苦难的, 让他一念地藏经, 这佛的嘱托呀, 嘱托地藏菩萨啊, 说说不世界, 米勒菩萨出世以来, 说现在米勒菩萨还没出世, 说在这个时间, 我已经入灭了, 米勒菩萨还没出世, 那你地藏菩萨, 你就应该在这个地方, 说在这个世界, 在一个空档当中啊, 实际上米勒菩萨入灭了, 米勒菩萨还没降生, 说地藏菩萨, 你这些化身的菩萨, 你来这个世界来度众生, 使这个世界啊, 一切众生都得到泄土, 容免离开苦难, 让他们都能遇到佛, 得佛的授祭, 这一段的嘱托呢, 就是做那的众生业障重的, 能够转化他们, 劝他们, 多做善业, 求得福报, 别造呢, 造呢就受殃就受坏, 那就入那道去了, 行善呢, 就是善道, 所以如当一念, 我都在这一下呀, 有嘱托的意思了, 佛就把, 说我要灭斗之后, 如当一念, 这就嘱托他了, 佛就把这个呀, 我走了涅盘之后, 我这些弟子们, 或者是心三妹成就的, 乃在世界上很多众生, 如当就嘱托他了, 你当记者, 我带斗的天来付诸你, 你在我已露灭, 你那不得妹出生之前, 再一个时间, 空档的时间, 你把这个世界众生, 都把它堵脱了, 荣丽祝库, 让他遇佛受尽, 在佛这个时候就是, 释迦摩尼佛, 嘱托这个地藏菩萨, 在索布斯界弘法力上, 就在佛嘱托这个时候, 佛有地狱分身的这些地藏菩萨, 把他化身, 回归本体, 供服异形, 把所有的化身, 说为异生, 这个时刻, 地藏菩萨以大悲的心强, 替泪乃炼, 成佛的嘱托, 替泪就悲免众生, 埋炼就埋炼的, 释迦摩尼佛, 对他的腹竹, 这也算法院了, 白起佛院, 佛主的他了, 他就向佛表白了, 说我从九远节来, 地藏菩萨说的自己本身呢, 我从无量无量节, 九远节以来, 都是在佛接引的, 蒙佛接引, 佛佛道通啊, 哪个佛接引都一样了, 因此呢, 才得到不可遂的神力, 巨大智慧, 地藏菩萨说, 我现在所有的神通妙容, 一些力量, 都是佛给我的, 无量节了, 我亲近佛, 都是佛接引的, 这是佛的同会, 神通智慧啊, 咱们讲神通神通, 神就是我们的心, 神就是自然之心, 会是性, 神就是妙心, 自然之心, 通明就是智慧, 通明会性, 智慧之性, 同时, 对帝藏菩萨向佛表达的话说, 他表达他, 我所有成就这些分身呢, 太多了, 骗满了千百万亿, 恒河杀世界, 有地处就有我的化身, 有苦难众生的地方, 就有我的化身, 在一个世界就化百千万亿神, 每一个化身呢, 也要度百千万亿人, 都这些人呢, 归进三宝, 一归进三宝了, 有所归一了, 他自己就会用功了, 渐渐就会离开生死, 就正涅槃了, 你这是三宝加斯利啊, 为什么我们劝人家受三规啊, 你受了三规之后了, 那就三宝加斯利了, 你佛法生利能加斯他, 使他永远向善, 去那向善, 就说这段说的, 分身横河杀世界当中, 献无量义不可随的神道, 度众生的方法可多了, 有这种智慧, 帝章菩萨说他自己啊, 但与佛法中, 所为善事, 一毛一笛, 一撒一尘, 会毫发虚, 就像一根那个头发那样, 是极少极少的了, 我也把它度脱了, 只要他有一点点三宝都度脱了, 释怀大力, 能够得三宝的利益, 使得利苦得乐。